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爱深沟节目 我是林大米 我在宜兰深沟村交了很多朋友 年纪从最小的四岁 到最大的有八十岁 不过不管男的女的 大部分都和种田有关系 这当中已经成家的占多数 还没结婚的呢比较少 但是我们都知道 深沟村无奇不有 竟然有一个家庭农员 叫做土拉克 是由四位单身的女生组成的 超苦 我一直想要好好认识土拉克 到底是怎么来的 怎么实现他们在农村成家 以农为生的梦想 终于机会来了 前几天 土拉克在松原小屋举办活动 与韩国全女农协会 KWPA 其中20位成员 难得齐聚一堂 交流分享女农们的社会运动经验 有关KWPA在米米郡部落格 大家可以看到相关报道 这是在1989年自发性成立 组织完善的草根性团体 他们在韩国全国已经有50个分会了 这一场分享会太精彩了 本节目全程记录 不过只能揭露重点 跟所有听众分享 我们就从午餐开始吧 吃饭红地团 先吃饭吃饭啦 各位来自韩国的农民朋友大家好 你好 韩国的欧西农民团 我们为了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米 做的米酒20度的 还有呢 这边的年轻农民 贾琳提供了 40度的米酒给大家喝 今天我们在这里 直接製造的台湾式 台湾式马克里 20度的米酒给大家喝 20度和30度的米酒 杯子在那边 有杯子在这里 饭吃饭 然后不再不乖 吃饭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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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图拉客成员之一 吴绍文 欢迎韩国大妈们用餐的开场白 果然很吴绍文风格 今天的午餐是由和群农庄的张大姐和方大哥准备的 香喷喷的饭菜 还有热腾腾的鱼丸汤 大家吃得好开心哦 我在现场看到大妈们 每个人端着一个大碗 那饭菜都添得又满又高 在霸气的道上吴绍文很辣的辣椒酱 光是看我脸就麻掉一半了 韩国女农style就是帅 等吃饭喝足了要做什么呢 这边的饭菜都添了 这是一杯热菜的 热菜都添了 唱唱唱跳跳 有什麼特殊意義吧 有 聽聽KWPA的會長怎麼說 也請翻譯玉怡小姐為我們服務一下 聽聽聽 是 這個表演的話呢 是要登入為無形的文化財產 剛跳的這個呢 其實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以前 就是在日本侵犯韓國的時候 有一位韓國很有名的將軍 叫李順成將軍呢 他為了讓韓國的人數 就是軍隊人數看起來更多 然後聲勢更浩大 所以那時候不只男性 連女性都一起加入 然後圍著圈跳舞 有阻嚇敵人的作用 這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一種呢 除了剛剛講到的是一種戰術之外呢 另外一種的話是就是 以前因為農作的時候 是整個村莊的人一起農作 所以在中秋或豐年季的時候 會圍在就是像我們 大樹宮啊 或村子裡的大樹 一個象徵性的標地物前面 然後一起圍著圈跳舞 然後有團結的意思 也有祈禱豐收的意思 對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意思 一起玩樂的部分呢 就一直流傳到現在的話 就是在人多的場合 或人聚集的場合 就會一起玩 有點像玩樂的性質 然後現在他們的教科書 也都有記載 然後就這樣一直會流傳下去 謝謝大家 遠道而來的韓國女農 這麼熱鬧又有活力的農村文化歌舞分享之後呢 主人也就是吐拉克 要回禮一下 吐拉克會唱什麼 又會跳什麼樣的舞 咱們賣個關子 這一段我們留到節目最後 壓軸登場 聽吐拉克彥琳解釋 他們和韓國全女農協會 KWPA都是農民之路的成員 所以這次是KWPA專程來宜蘭拜訪 吐拉克的行程 韓國全女農協會 不管在保育種子的行動 或對抗跨國資本主義對韓國農產品的威脅 甚至近來彈劾韓國總統普警惠等行動 他們都是站在最前線的 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韓國大媽 在座談會之前有一個Mistica儀式 原本吵雜熱鬧的氣氛瞬間凝重起來 由韓國女農們準備白色小蠟燭 每個人手拿一個 大家迅速且安靜地圍坐下來 其中有一位帶領儀式的人 他朗讀一篇祈禱文 字字血淚 一開始他說 米是農民的血 米是我的眼淚 要保護用血汗換來的珍貴的米 如果連最後一顆米都失去的話 全體農民也會死去 為了要活下去必須守護米 要守護平生栽種的米 我們要保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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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保護一切 我們要保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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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他說他對於國家的愛 就像他愛他那片土地一樣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 跟他們一起進行祈禱的活動 我們要保護一切 猿是農民的皮 猿是農民的皮 猿은 나의 눈물 皮 눈물 먹고 자란 猿是農民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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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要安打 生命為了 保留要安打 一生一生 保留要安打 冬日午後的藍陽平原 一如往常的寧靜 唯獨在松原小屋 這棟倉庫改建的老建築 裡頭平均年齡 大約50歲的韓國女農們 為我們上了一堂 非常寶貴的女農運動 寫類史分享了 她們將近30年來 在韓國的生態農業 與保種事業 今天因為節目時間有限 無法一一播出分享內容 然而重頭戲 當然是台灣的女農代表 也是今天的節目主題 要探討的 圖拉克 到底是什麼樣的團體 她們又是在追求什麼呢 一開始就請圖拉克成員之一 蔡雁玲為圖拉克做引言吧 好那大家好 我們就是圖拉克 那我們是四個 目前是四個女農 然後今年是圖拉克成立到現在是第四年 第四年 然後我們是一個追求生物多樣性與社會多樣性的農場 所以呢我們的成員 我們有美國人 然後我們也有台灣原住民 然後我們也有就是宜蘭在地的人 然後也有是從 父親是從中國移民過來的台灣人 我們會在一起是因為我們共同追求的 希望是以農作為我們的 集體生活的基礎 那同時我們也在農務之外 我們追求就是性別上面的多樣性 所以除了來自不同的地方之外 我們也是像少文是這個跨性別 可以翻譯齁 所以她是女生的身體 可是她是她認為她是男生這樣 然後呢我們其他人是有喜歡女生的女生 也有喜歡男生的女生 剛剛聽到各位來自韓國的農業前輩們的分享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你們在農業裡面都是我們的前輩 然後你們在這個運動上面 抗爭上面的這個努力 還有保種運動的努力 也都是我們有非常多可以學習的 那首先我們2012年開始成立土拉克 那同時我們也開始就是 經營這樣的一個空間 作為我們對外的一個基地 從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就是土拉克希望是一個女農的合作的團體 那所以像這裡面我們這邊從一開始 我們就開始邀請宜蘭在地的女農前輩們 開始來這邊分享 就像今天他們在這裡分享一樣 那土拉克想要做的事情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以女農們作為一個方法的社會運動 我們今天分享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講 我們希望如何透過農業來為社會運動 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生活跟生計的基礎 因為常常我們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在街頭 我們都非常 我們的身體跟我們的心靈都非常的累 我們吃不好睡不好 所以我們覺得那樣的社會運動 沒有辦法持久 我們一定要先找到一個方式 是讓我們可以先吃好的食物 有健康的身體 然後我們可以做更長期的社會運動的抗爭 那等一下鳳琴就會來分享 就是她以前做了非常多的抗爭運動 然後後來怎麼樣走到農業的這條道路 那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透過女農 而且是從女性觀點出發的一種農業的勞動 跟實踐跟生活 來讓我們的農村是一個更平等跟自由的地方 那為什麼呢 其實剛剛各位的分享也很清楚的 讓我們知道在韓國 在台灣 其實農村 依然 或是說大部分的家庭 依然都還是一個 父權 父家長制的地方 所以 女人就是要什麼事情都要做 可是依然他們的地位跟男人是不平等的 那我們覺得我們要透過 連自己的個人生活也可以是進行一種社會運動 進行一種親密關係上面的革命 我們希望做的一種社會運動是不只改變外面更大的社會跟政治 我們也希望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跟我們家裡的政治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透過女人們的合作來達到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部分是我們就是在農村我們做的事情之後 我們希望再回頭去到城市裡面透過參選透過政治的參與 讓更多的非農村的居民跟非農村的台灣人可以真正知道農村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來加入我們的一起改革社會的行列 等一下會有少文來分享 因為他在今年年初他參與了台灣的立法委員的選舉 他是在伊蘭參選 接著請另一位圖拉克成員鳳琴分享自己的故事 以及加入圖拉克的原因 大家好 我在那個 新北市的鷹哥 我在 我跟我的父母親住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因為 新北市政府認定為我們那塊是 這個所謂的 河川地 那他是違建 所以 新北市 派了這個 外手把父母親的房子給拆了 那我的 族人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已經住了30年了 我的父母親是其中一戶 在那個地方有一小塊地 可以種菜 那 房子被拆遷之後呢 那政府一直要把我們驅離到 就是 他們用水泥蓋的那個房子 我們原來的房子都是木頭做的 其實我們住得很舒服 我們沒有需要很豪華 但是我們住得很開心 那他把它拆遷之後 我們其實是拒離 就是拒絕離開 所以我跟父母親就留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靠著一小塊地 所以我們一邊去市場賣菜 那一邊就是留下來 跟願意留下來的人一起抗爭 然後上街頭 我們去落伐 我們去衝撞 就是想要繼續再留在那個原來的地方 其實我們抗爭到中期的時候 因為只有我們一戶是以農業在支撐我們 就是抗爭跟我們的生活 所以那塊土地其實到最後連 他們也不放過 他們連那塊地都把它剷掉 所以我們甚至於沒有辦法 在很安穩的在參與抗爭 或者是因為你的生活沒有著落了 所以其實那當然其他的人也都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大家抗爭都累了 其實後來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妥協 就是就是願意搬遷到另外一塊所謂合法的地這樣 那我們在抗爭的過程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來就是來關心我們 來支援我們 來關心我們 那其中一位包括我們的尚文 他這個他那個時候開始有一些想法 他想要去做這個農業 一直到我們那塊田地真的沒有了 那其實我也很認真要來想說 我怎麼樣去可以以農為生 那我也曾經試過去給人家租地 或者是也沒有了地 我又回到都市去工作 那終於我覺得 邵文在最後一次在一年前又來找我 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在想我很認真的考慮 那也許那是我在三英部落沒有辦法完成的 這個以農為生的這個理想或者是夢想 我覺得可以在這裡實現 所以其實還蠻謝謝邵文 謝謝土拉克給我這個機會 那當然今天我聽了很多女農前輩 我覺得大概不只是以農為生 可能他還有很多的東西要跟大家學習 謝謝 再來是邵文 要分享去年他以農夫身分 參與立委選舉的心路歷程 那我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我們那個選舉的過程這樣 剛剛就是大家有看到我們這個 宜蘭的這整個 整個土地 因為我們的農地現在是可以開放 不只農民來購買 所以農地就可以 不是農民也可以在上面蓋房子 他就變成炒作的工具 那農民有分兩種 一種是他之後 孩子也沒有要種的了 他就是最後 就是他種完之後他的孩子已經離開的 那這樣子的農民是希望 他的土地價格越高越好 因為我們國家也沒有真的照顧過農民 所以他們會希望可以有這個好的價格 然後把他的土地賣掉 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兒子還想種 然後他也其實很捨不得他的地 那他就會覺得 應該土地價格還有農地 不可以這樣子改房子 所以那個時候宜蘭縣就開始 因為這個房子長得太恐怖了 宜蘭縣就開始 就是管讓大家那個農舍不可以亂改 於是呢 就造成那個價格下跌了 然後兩邊的人就開始對立了 就開始對立了 然後 然後就變成說 兩邊都指責對方說 喔你人比較少 我人比較少 後來呢 兩邊就是種間 土地種間那邊 還有我們這個 希望價格不要 不要漲上去的 兩邊就 都派了人出來旋利發揮 然後我就是那一個希望農地農用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農民嘛 然後農民選舉就沒有錢 對方那個仲介他花了三千萬 三千萬選 然後我只有一百萬 都是大家捐給我的 然後所以我們的農民圈的朋友 就是有建議說我們應該要用發揮自己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種東西 然後我們會做加工品 這是我的辣椒醬 然後我們也沒有錢 我的選舉總共只有一台宣傳者 就是我賣菜的 我多的貨車 所以我們就用自己的貨車 然後用自己農民種的米 還有農民種的菜 我們就煮那個鹹粥 然後出去給選民 然後發表我們的證件這樣 所以我就把我的貨車改成這樣子 這個也都是我們村子裡面的年輕的藝術家 他們的創意 然後我們就跟宜蘭的選民說 農業就跟這台車子一樣 只要有新的想法 都是舊的材料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創意跟熱情 然後這個策略非常的成功 就是說那個媒體跟電視都有報 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子選舉過 然後我們就設定這台車子 就是要去我們關心宜蘭的地方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開到養老院 然後我們開到海邊 然後給那個捕鰻魚苗的漁民 然後吃鹹粥 就是在轉圍那邊 然後我去了這個海邊之後 剩下的候選人都去了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總共拿了一萬多票 但是第四名 就是還是輸那個有錢的總結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宜蘭人都覺得 我們這樣選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會繼續用農民的身份來參與政治 繼續選舉 然後是用我們自己賣農產品的錢 然後來繼續選舉 就是我們就是以農養政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開一個米店 就是我有一萬多票 然後我希望那一萬多票都變成 可以把就是把他們就拿錢出來 然後支持我開這個店 然後我們再跟宜蘭更多的農民埋米這樣子 謝謝 好那最後我們大概用 我用五分鐘的時間就好 我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 土拉克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一方面要改變社會 可是我們也要改變 我們自己家裡面的內部的親密關係 讓我們的社會可以更平等更多元 同時也讓我們的家裡的關係 伴侶的關係也都可以更平等 然後可以更自由 那我們怎麼做這件事呢 這個是我們大概累積四年的經驗 我們想說就很快簡單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的前提是因為農業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而且它需要非常多的才華跟能力 所以其實任何一個人來做都會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一定要團結 我們一定要找很多人一起來做 那我們設定的目標就是 找女農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專門找女農 那是因為傳統的台灣的農家 他靠的是家庭農場 也就是一個男農一個女農 然後他們結婚之後生下了小孩 用這種方式來進行農業生產的合作 那如果我們不想要走那條路 因為進去家庭農場之後 我們就可能必須要為我們的先生服務 那為我們的小孩服務 我們就失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如果我們不想走那條路的話 那我們要另外創造一個 我們自己的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 就是我們想像的一個女性主義的 女農們合作的家庭農場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是我們有四個人 可是我們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們必須要進行分工 那我們依照著是 不是因為我們原來本身的條件 比方說在傳統的家庭農場 就是你是男生你就做什麼 你是女生就做什麼 你是爸爸媽媽做什麼 你是小孩做什麼 那我們既然都沒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自由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自己 每個人的能力跟我們的興趣 來決定我們自己在這個家庭農場裡面 我們想要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的分工是這樣子 就是在經濟的穩定上 我跟雪清因為我們家裡的狀況比較好 我的職業給我比較多的薪水 所以我們就在經濟上面我們多付出一點 然後在農業的一級生產 也就是田間勞動上 現在是以邵文跟鳳琴兩位 是全職的農民為主 那我跟雪清是在協助 那我平常還在學校教書 那雪清還做非常多的翻譯的工作 農產品二級的加工上面呢 鳳琴跟雪清會做很多我們菜園裡面的加工品 那邵文也有剛剛你們看到他自己的產品 就是吳少文很辣的辣椒醬 然後在我們的宣傳跟我們理念的介紹上面 我們就是目前是除了我們 邵文、雪清跟彥林我們會分工之外 我們也非常的希望就是在所有的這種 圖拉克的對外的這個講解 自我呈現的這個場合 我們也希望圖拉克的所有成員都能夠一起 那因為我們就是要避免就是有某一些人總是幫其他人講話 像這個可能家裡的爸爸總是講話 然後其他人總是在後面這樣 我們希望避免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讓所有人都可以來為他自己說話 那家務勞動的部分其實還是很困難 就是雖然我們有四個人 可是我們也常常就是會爭執到是誰要做什麼 誰做多誰或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還持續在努力的部分 也跟各位一樣 對對對 那除了內部的女農 四個女農的合作之外 我們也希望對外的關係都是合作的關係 而不要是競爭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有很多消費者支持我們 他們從城市買我們的米 買我們的菜買我們的酒 那還有就是他們在台北市開獨立書店開咖啡店 那他們也直接買我們的產品 然後到台北去賣 所以這是一種消費關係的合作 那另外呢我們在農村農藝的技藝的傳承上 我們也跟很多女農的合作 我們請這個女農的長輩 可以把他們加工跟生產的技術傳承給我們 然後同時我們也在農業生產的勞動上 我們讓歡迎更多農民跟非農民都來到我們的農場 那體驗農事同時也為我們補充我們的農業勞動力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現在全世界都有一個運動叫做社區支持農業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就像各位的這個姊妹園一樣 那我們土拉哥的特色是 我們在社區農業基礎上 我們加上性別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是以女性 以及對於性別多元性別友善的力量 作為我們的這個社群的支持的基礎 所以我們說我們是一個性別的社區 性別友善的一個社區支持農業 好所以最後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我們不只是在田裡面我們要去維護環境的生態多樣性 我們也要種下更多的性別的多樣性跟社會的多樣性 謝謝大家 哇 從韓國大媽們熱烈的掌聲可以知道 土拉克這幾位年輕女生們做的事情讓她們感到非常讚同 土拉克就這樣介紹完了嗎 不不不 大媽們怎麼可能輕易放過質詢的機會呢 馬上就有人舉手發問 你們這麼年輕都沒有結婚 就一起從事這麼多活動嗎 我們有請邵文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是我們是同志嘛 台灣同性戀不能結婚 所以當然就不能結婚 然後第二個她是阿美族的 她也不想要嫁給 就是他們以前就是女人要比較大 可是現在社會變了 她說她也不想結婚 她不想要當八方女人 大米在這裡補充說明一下 邵文提到的八方美人 是稍早KWPA會長提到 在韓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八方美人 形容女生很擅長的八件事情 包括養孩子、做家事、種田、賣農作物 照顧公公、照顧婆婆 對丈夫很好 還要參與女農的活動 這八件事情全部兼顧 就是一位八方美人了 天啊 韓國女人不容易啊 不過圖拉克也不是反對婚姻啦 趕快讓人類學者 蔡雁玲補充一下 以免被吳少文歪樓了 根本來說應該是說 當然結婚成家是台灣大部分的農民走的一條路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想要證明就是我們可以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我們可以做一種不一樣的家庭農場 我們不一定要透過結婚 然後生小孩才能夠在農村立足 成為真正的女農 謝謝 我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並不是說結婚不好 或者是傳統的家庭農場一定不好 我們只是要讓更多人有更多的選擇 這個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很敬佩各位 就是勇於走入婚姻跟家庭的女農們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非常辛苦 你們也非常的有勇氣 好 說了這麼多 大媽們最後一個疑問是 為什麼要叫做土拉克 土拉克 這個我們要從我們的中文裡面來介紹 它有好幾個意思 土是土地的意思 拉是Lesbian的意思 女同志的意思 可是同時呢 在中文裡面拉也是動作的意思 所以我們想要用土地來拉近很多我們的客人 消費者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我們用土地來拉客人 所以這個是有兩層意義 一個是土地跟Lesbian 就是女同志的土地運動 第二個意思就是 我們希望用土地來拉客 最後一個意思 我們要用台灣的母語 台灣的母語之一 宜蘭的母語之一來發音 就是土拉克也是托拉庫的意思 那托拉庫是卡車的意思 農用卡車的意思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不是像這個轎車 豪華轎車非常漂亮 可是不能做很多工作 我們希望我們也能像托拉庫一樣 就是非常有力量 可是非常的樸素 然後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 可是是有力而勇敢的生活 過著簡單樸素 但是有力而勇敢的生活 好棒的祝姐 謝謝彥琳 這一場台韓聚會已經到了尾聲 節目最後大米隨手抓了 這位從頭聽到尾的深溝女農 吳嘉玲小姐 說說今天她看到KWPA 女農們的心情好了 請請是很佩服他們的組織能力 因為我覺得那樣的組織能力 才能把農村帶向更好的方向 對那我覺得台灣的農業 我覺得還滿多需要加油的地方 特別是比如說他們因為那個國際貿易的議題 然後他們會上街頭抗議 為了在地生產的東西 會因為那個國外進口的糧食進來 他們就會上街頭抗議 所以要捍衛在地生產的東西 可是台灣人並沒有這個意識 我覺得這部分我覺得我們還要再加油 我很佩服他們上街頭那種抗議那種旱 那一份旱境我覺得台灣只要有十分之一的話 台灣的那個農業就很有希望了 像看到一整群其實看起來對我們來講 就是台灣的婆婆媽媽的這個年紀 然後他們的整個今天出現在你眼裡 你第一印象覺得對這一個韓國全女農 KWPA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因為我對那種上街頭抗議的人的印象 是那種很年輕 對那看了他們一群就是歐巴桑大神這種年紀 然後可是他們還是為了他們的權益 甚至為了農村的一些議題在奮戰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很受感動 就很知道說其實上街頭不是只有年輕人可以做 年紀大的時候也是可以上街頭捍衛所有的議題 對那就很振奮我心 我覺得我年紀大我希望可以成為這樣的歐巴桑 你說有一天等於年紀大還是你現在覺得自己已經年紀大 心有點老 沒有就我希望我可以變成歐巴桑的時候 也是跟他們一樣上街頭奮戰 對歐巴桑是最強的 歐巴桑謝謝佳妮 謝謝 忙了一整天 土拉克目送韓國全女農KWPA大媽們上了遊覽車 聚會圓滿結束 但是大迷還沒走 我想聽聽燕琳談一下今天的心情與收穫 我覺得因為之前我們在農民之路的國際交流的場合裡面 國際農運的交流場合裡面事實上都有遇到韓國女農 那她們其實在過去四年間曾經有四年她們是全球的農民運動 小農運動的領袖之一 所以其實我們都知道就是她們在抗爭的場合她們就是衝第一 然後要自殺她們也是衝第一這樣 所以我們對於韓國女農的這個強悍我們是非常清楚 然後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期待 就是會來一群非常不一樣的歐巴桑這樣 你不講她們什麼死也衝第一 我看著她們每一張臉 我其實並不覺得她們會有那麼衝動衝勁 或者是那麼肅殺的衝撞的氣氛不會欸 我覺得這幾年來就是在運動場遇到她們的一個特色 然後包括像今天跟她們一整天相處 我覺得我真的發現就是她們的組織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也就是說她們要做什麼事情基本上是很有計畫 所以雖然在現場抗爭現場看起來是衝出去 是一種暴衝 可是基本上那個都是她們事先已經準備好 而且做了萬全的演練跟各式各樣的道具的配備 都已經準備得非常好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一直很佩服她們的 那今天我們就大家就是都很混亂 就是在台灣的運動 我們就是一個比較隨性跟自在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在做運動跟組織上 我們真的今天從她們身上學到很多 我覺得今天很訝異的是在最後土拉克分享的 什麼是土拉克做了哪些事的時候 她們最終最大的疑問竟然是為什麼要叫土拉克 以及為什麼你們這麼年輕然後不結婚 就對於性別農園的這種東西 她們對她們好像是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的 對 那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覺得其實是分享最開心的 就是當其實不只是我們分享以後她們的反應 而是她們分享完之後當我們問她們說 那你們做那麼多的抗爭運動 那你們自己跟老公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她們也就是我覺得她們也突然間就變得很 好像這個是她們來分享的時候沒有準備的東西 所以其實她們也都就是有很多的討論 然後好像很多話冒出來 然後可是最後可能沒有完全的翻譯給我們 可是我們大家也知道說這個就是一個她們平常不會拿出來談的 可是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很深切體會的一個問題 所以每個人都有話想說這樣也都有她們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女農的分享 雖然女農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大家看到你的性生理性別 就覺得你又在務農就是一個女農 可是我們覺得女農這個意涵其實還有很多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去慢慢的去討論 然後去理解去重新定義的 就是女農不是只是生理性別上的一種女農 我覺得女農應該是一種看事情的態度 就是我們不只是要從事物農 我們不只是要做社會抗争 我們還是要把所有這些公共的事情 再度的拉回到我們個人的生活裡面 然後在生活中也要去追求平等跟自由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能夠結合公共的跟私人的 這個才是做運動的真諦 最後聽到這首歌曲 就是中午吃完飯之後 韓國大媽們跳完了熱鬧的歌舞 輪到圖拉克自己上場的時候 他們唱了什麼呢 他們跳了什麼呢 這個音樂我們都太熟悉了 一起動一動吧 下禮拜見囉 拜拜 下禮拜見囉 拜拜 下禮拜見囉 拜拜 好謝謝大家 本節目沒有固定形式 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12點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友好有壞 收聽時請相約操作說明書